現在那個分析有沒有機會加到最終四厘呢? 還有對美股也有問題 如果你要去估計或者去判斷美國那個 或者聯儲局那個利率 未來未來會升到什麼水平呢? 一個最好的指標就是看利率期貨的 因為利率期貨就是市場真正在參與的隱使 就是在說實際上他們真的預期了 是落手落腳 直接用錢去投票 就是去估計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相反地我不是說那些高盛也好 任何的分析師說的東西是沒有指標 但是問題就是你要明白經濟師 以及在實際市場參與 是總之兩回事來的 經濟師就是以市場目前的狀況去做判斷 而當市場現在說近這一兩年 那些東西就變得很千變萬化的 那譬如你看到美國的經濟增長放緩快了 那譬如第一季第二季的GDP 因為聯儲局很急地加息 導致慢到只剩下1%左右 那它自然就會將加息預期又會再拼一拼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去猜 股年尾的利率期貨發生什麼事 看過利率期貨 那利率期貨現在最新顯示什麼 5月很大機會加50個點子 說的是70幾80%以上的機會率來的 但是為什麼市場又沒有太大的反應呢 因為原因就是3月份 你想想3月份的時候 50個點子的機會率去到100% 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 譬如之前就是烏蛾局勢的因素 蓋起來 這個加息預期就會降溫的 所以市場仍然是特別對於短線加息那些東西 有見步下步的 那如果你說到年尾 2022年整個加息周期完結了 聯儲局的基準利率 市場就估計到2.5厘左右 2.5厘從現在開始去到要加多少次 每次0.25厘 就是要加8次 而聯儲局議息會議上面 今年2022年有多少次 6次 意味著什麼 很簡單的數學 8減6 等於2 就是有兩次的議息會議 會一口氣加50個點子 但是記住 這個就是以目前的經濟狀況等等去行 如果未來每次聯儲局加完息之後 美國的經濟增長步伐就放慢一點 慢著慢著就是之前說到 去到一個階段 那些GDP 或者說一些經濟數據上面 有個明顯轉差的狀況在的時候 這個加息步伐就自然會減慢 所以如果你問我是年底 利率會大約是什麼水平 我猜2至2.5厘 很難想像現階段 又已經有個這麼高的加息步伐的時候 還可以進一步加快 但是如果你說整個加息周期計 你又用回一個很樂觀的個案 如果未來美國的經濟真的很痴熱 怎樣加息上去 都按不到經濟下去 那些破壞性創新 或者科技全部都是說 砰砰的去處理一個收成期的話 比如說一些Microsoft Apple那些手機 買到火紅火熱 全球的經濟很好地狀況下 你加到4厘 未估到還可以升上 但是這個不是在市場裡面 普遍一個很正常的預期範圍 不是一個市場預期範圍裡面的東西 普遍預期是什麼呢 是隨著加息步伐越快 經濟就會越慢 那會不會加息加到經濟衰退 或者說的是放緩等等 這個就是市場關注的東西 所以簡單一點這樣說 我們經常都說的 美股 看看你什麼時候入市 如果你在港股最難玩的那段時間 搞不定港股了 就是買美股 大約就是在去年年尾 大約是今年年頭的時間進入 你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就是在說 別人好的時間 你又受不了 相反地加息 按下股市場的時候 你就可以吃光了 但是如果你一直投資在美股的時候 這一刻沒什麼所謂的 就算美股高位調整一至兩成 甚至今年納指那些最高位 都試過跌了兩成 對比兩三年的升幅上面 算得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先分清楚自己中長短線 中長線來說 美股比較多風險因素 不抵薄的 我們會這樣說 逢高減設 但是短線 就以一個炒波幅為主 暫時不會想說美股大塌等等 你如果要去投資美股沒有問題 那就好像我們今年年頭說 繼續找SARK等等 這些相關資產去做 但是突然間你要駁過股災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就還不是事後主 我會這樣說